各位正在准备HSK五级考试的同学们,大家好,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韩美老师。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书写部分中的看图作文。 看图作文是提供一张图片,要求考生结合图片写一篇80字左右的短文。 例如,请结合这张图片写一篇80字左右的短文。 对这类题型的写作要求有两个。 一、看图作文是根据所给的图片写一段话。 这段话的内容要和图片上的画面相关,所以正确理解图片上的画面非常重要。 二、作文的内容要连贯,有逻辑性。 一般来说,这类看图作文所提供的图片开放性很大,而且非常适合描述。 在正确理解图片画面的基础上,合理地想象一件事,一个情景。 只要内容和图片有关,写得有意义或者有意思。 语言表达规范就是一篇不错的看图作文了。 这就是看图作文的考察目标。 看图作文和五个词作文一样,都是在提供的已知条件下,去想象一件事或者一种情景。 然后再通过合适的写作技巧和表达方式完成就可以了。 不同的地方是,五个词作文是根据提供的五个词来写作,看图作文是根据提供的图片来写作。 看图作文中的图片类型大致有三种,食物类、人物类、标志类。 食物类如自行车、茶杯等,可以写成和这个食物有关的继续文,也可以是对这个食物进行解说的说明文。 标志类如禁止吸烟、禁止钓鱼的标志等,继续说明或者发表议论都可以。 人物类如各种工作场景、生活场景中的人物。 下面我们以人物类的看图作文为代表,来说一说看图作文的解题方法。 一、首先要仔细观察图片上的画面,了解关于图片中人物的相关信息。 观察的内容包括图片上有什么人,人物的服饰、容貌、年龄、身份、表情、动作是怎样的。 图片上有几个人,人物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。 图片上的背景是什么样的。 根据以上观察到的信息,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人物身份、职业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情。 例如,在下面这个图片中,关于图片中的人物,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。 图片中央站着一个男人,年龄在40岁左右,穿着西装,打着领带,双手摊开,表情严肃,正在说着什么。 他的周围有四只话筒在对着他,应该是有四个记者在采访他,图片、背景信息缺失。 但是根据采访的话筒可以知道,这是在记者招待会上,或者某个新闻发布会上。 二,根据从图片中得到的人物信息进行合理想象。 例如,从人物的衣着可以想象他是一位商界名人,或者公司老板,或者政府部门的人员。 他正在发布重要的信息,或者关于某个问题,在接受记者的采访。 从他的表情来看,采访的内容应该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。 他的回答也可能没有让记者们满意。 三,把想象的内容整理成合乎逻辑的文字。 例如,我们可以根据上面这个图片想象这样一个故事。 杰克是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老板。 由于他经营上的失误,他的公司倒闭了,公司的员工都失业了。 杰克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,呼吁人们帮忙这些失业的员工,帮他们重新找到工作。 四,作文完成后,注意检查标点符号和字词是否书写正确。 我们再来一起看下面这道看图作文题。 请结合这张图片写一篇80字左右的短文。 在这幅图片中,有两个人。 一个男人穿着工作服,手里拿着一个包裹。 一个女人正在包裹上面的单子上签字,表情可以看出来很开心。 根据从图片上得到的这些信息,我们可以写成这样一个故事。 圣诞节快到了,妈妈给正在国外读书的玛丽寄来了一个包裹。 里边是一件神秘的圣诞节礼物。 玛丽一边迫不及待地在包裹签收单上签字,一边激动地想, 妈妈寄来的礼物会是什么呢? 像下边这道看图作文题,我们应该怎么做呢? 请结合这张图片写一篇80字左右的短文。 在这幅图片中,我们看到的是两只手,一只女人的手和一只男人的手。 女人的手上还戴着一只戒指,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结婚、婚礼、婚姻这类的话题。 而这一类话题也是比较容易展开想象的。 为了写好这种看图作文,有几点需要提醒大家? 一,大家平时可以多看各类和工作、生活相关的文章,积累写作的题材和词汇。 考试的时候如果遇到相似的话题,写起来就容易得多了。 二,写短文时要有条理、有连贯性。 平时最好多记一些关联词语和一些短文中的常见句型,如首先,其次,综上所述,尤其是,等等。 三,写作文的时候不用追求复杂的句子或者高档华丽的词语。 首先要保证语法正确,用词恰当。 在这个前提下,用自己熟悉的,已经掌握的东西去写,句子简单也没有关系。 以上就是对书写部分的看图作文题型所做的讲解。 关于HSK五级考试中书写部分的解题方法和考试策略,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。 希望我们的讲解可以帮助大家做好考试的准备, 顺利通过HSK五级考试。 总之,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门HSK奖略的强化课程。 如果大家觉得比较有帮助的话,请大家关注或者转发到任何的社交平台。 让我们一起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学习吧。 因为学习可以改变生活,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,是人生的一部分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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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